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这一期呢由我来给大家做这一支视频 因为CC呢临时有点事情 所以呢他就不能过来了 那这一期视频呢我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新卖了些什么 有哪些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比较推荐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件衣服我想给大家看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它这个袖子呢是这样子长长的 然后料子呢是那种很舒服的料子 有点丝滑的感觉 有点像是丝加了棉的那种 那这件衣服呢是来自一个设计师 它叫彭泰 这个衣服呢是我最近买的 比较喜欢的一件上衣 那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体的感觉 它整体呢细节感非常的强 然后它这个边呢都是没有车过的边 就是透露这一丝丝的随意啦 然后还有这个下摆 它这个摆呢就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掐腰的设计 然后前面是有一排这种的小扣子 然后车的红线我也非常的喜欢 我尤其喜欢这件衣服的这个领口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的脖子比较短 然后脸比较圆 我呢平时就会穿一些领子 稍微低一丢丢的衣服来 来弥补我这个缺点 然后呢它这个丝绒的这根肩带呢 就觉得自己的皮肤啊非常的白 非常的亮 所以说整个这件衣服的设计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包括它这个袖口的设计和这个下摆的设计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件设计感挺强的衣服 然后穿上去的话舒适感也很强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有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小 比一般的尺码可能还要再小一两个尺寸左右 我身上这件呢是买的彭泰的M码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有点像那种土黄色枯黄了的树叶的颜色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但是这件衣服我觉得不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卖 这种的白色的裙子 然后还有这个藕色的这种丝制的裤子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下面就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件呢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件白色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哦 它领口是这种非常大领的这种设计 那我之前视频里呢也是有穿过的 前面呢钉的是这种异形的珍珠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天然的 可能是人工压制成的这种异形的珍珠 袖口的话是这样子打得非常开的一个袖口 整个版型呢就是上面是久着的 下面是宽松的 长度的话可以当裙来穿 但是呢这个料子呢因为它是有那种纱线的那种感觉的料子 它呢有点透 然后同款的话还有一个黑色 它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它这个硬染吧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硬染工艺呢全都是彭台自创的 它都是用一些那种枯树枝枯树木那种很天然的东西来染它的这个亮 上了就是那种根本脱不下来的 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家我也会穿这种宽宽大大的衣服 不一定是要出门穿了 我在家也非常喜欢穿它 那后面的话它这个细节上面的设计 像这种红色的线啊什么的 整个颜色搭配上来说的话是那种很自然系的 那这一件呢我选的是白色 因为白色我觉得这个硬染工艺在白色上面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一点 那下一件呢就是这个裤子啊 这个裤子呢是我第一眼进去之后第一眼看上的一条裤子 它这个呢也是那种棉麻质感 你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的透啊 然后里面也是做了 裆部这边也是做了这种有内衬的设计的 整体不会透也不会透内裤 就是可能不要穿一个就是印子感很强的那种内裤吧 就是穿那种稍微贴身一点的 没有痕迹的那种无痕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宽腿的设计呢 我也非常的喜欢 整体呢这个颜色呢是我衣柜里面没有的 所以当时我就买了这一条裤子 扣子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也非常的好看 这种做旧的扣子 我觉得非常好搭配 但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穿出去过 后面呢也是有这种 红色这种缝线的设计 它所有的衣服呢都是不车边的 大家可以发现最后有这种毛虚虚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种不车边的感觉 有点处女座强迫 什么处女座强迫症上身的话 大家可以不用不用买这个裤子 但是我自己是无所谓 自己蛮喜欢这种随意 比较比较随意的这种感觉的 它这个裤子号也非常的小 我上衣和这个裤子呢都是买的M号 裙子呢是买的S号 就是再吃胖一点 有可能会穿不上这种感觉 因为彭泰他这个设计师呢 他是以他女朋友为原型模板来做衣服的 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瘦的那种模特身材 所以说他们家的衣服呢首先是没有什么弹性 然后其次呢 他的板也就是适合胸部比较小的姑娘 就是不适合那种特别丰满的 丰满的话可能就有些衣服会穿不进 或者说他衣服会成变形什么的 所以彭泰这个设计师的话 还是属于暗黑系的那种工匠风 所以说衣服的质感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穿上去很舒服 价位上来说的话没有到非常便宜 但是也没有说比之前的就是像Rick Owen啊 什么的那种衣服要贵 就是基本几乎差不多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喜欢暗黑的 然后平常想穿一些不一样的衣服的 出去拍一下照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还是挺好的 就是没有那么不像T恤啊什么的 你天天天天都可以穿 但是这个衣服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偶尔穿一下 就会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暗黑的牌子的衣服 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点 就是说你可能不能随意的搭配 你日常生活里所穿的什么T恤啊什么的 但是我身上的这件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它可以搭那种牛仔裤啊什么的 然后铜靴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还有一双鞋子呢也是来自彭泰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彭泰的这双船鞋 我买的是白色款 我觉得白色穿在我身上会比较好看 它整个设计是前面是一个方头的 然后上面是刺绣的布 然后红色的缝线 这边的话就是灰色偏灰色的一些纱 它是垫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它这个鞋整个都是手工的 实际上呢它可以当拖鞋穿也可以当鞋穿 号码呢整体偏大 我这双是买的36码 那它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得把它这样子折下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拖鞋啦 它舒适感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跟爱马仕莱比的话 它这双是属于比较跟脚的拖鞋 就是有一点麻烦 就是你每次穿进去 可能是要把这个纱剥开 不然你这个纱才在里面 这个纱会皱起来 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变形啊 所以说它的底呢也是这种 这种皮的底 我这个膜还没有死 它这边也是有彭泰的这个字 然后36码 这双鞋呢我很喜欢 这双鞋跟我自己平常的西装什么的 也是可以稍微做一些搭配的 就是裙子啊什么的 我非常喜欢这双鞋 而且很舒服 它是整个是里面是皮的 外面包的是这个布 彭泰这个系列呢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讲的呢 是大家平常可能也会买的 比较多的一个牌子 叫COS COS这个牌子呢就比较走简约啊 那种路线 那我身上有一个裙子 是来自COS家的 这种下摆比较长的裙子 我去镜子那边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的搭配啊 我就是临时搭的 大家忍受一下光线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裙子 哎呀我的拖鞋 对这个裙子 搭我身上这个衣服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 它的腰的话也不会特别松 因为COS家最小号 有的时候我都穿了就嫌大 因为它这是松紧带的嘛 所以呢我穿最小号觉得刚刚好 而且可以你可以自己拉这个裙子的长度 这枕的一身我都觉得很喜欢 然后彭胎之间上衣的话 就是也可以配那种比较窄腿的那种牛仔裤 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那今天搭配的是 这个我之前打折的时候买的这个耳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上面是一个小鸟 下面是长形的这个坠下来的这个链子 你们也可以不用像我今天配的这么隆重 可以稍微日常一些 日常一些的话就是不要带这么巨大的耳环啦 可能配一个那种就是前臂的项链之类的 也挺好看的吧 然后下面的鞋子的话可以配一双拖鞋 彭胎刚刚的拖鞋也可以搭 虽然它是个白色 但是我觉得红线什么的还是挺呼应的 或者配一双靴子吧 暗黑一点的靴子 这个裙子的话是那种比较硬挺的这种料子 会有会有声音的 这种比较厚的料子 下摆 我很喜欢它这个下摆的设计 然后上面收的吧 也收的就是腰也很细 然后拉成高腰的话整个比例显得特别的长 所以这套我很喜欢 这个裙子还有别的搭配的方法 但是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相信大家的搭配水平肯定比我好了 那下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COS家的一条工装裤 给大家看一下 这条工装裤呢是这种卡齐色的 然后前面有这种大口袋的设计 裤罐的话是这个样子的比较宽腿的裤罐 然后我一般都会把它卷起来穿 然后露出脚踝最细的部分 然后上面的话可能会配腰包 然后紧身的黑色背心或者说紧身的短袖 然后再跨一个腰包 下面的话就配我的框位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一条裤子 我的码数呢也是选的最小码 US2码 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裤子的版型呢是略微有一些些松的 可以把衣服很顺利的塞进去穿 那我今天的衣服呢就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在这里了 最近呢我的购物欲呢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我给大家的分享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喜欢的话请给我按个赞啦 然后关注订阅我们 那我们下一期见咯拜拜